月末 哥斯拉最新作 哥斯拉2怪兽之王就要登上荧幕了 作为怪兽电影中最为家喻户晓的系列 仅仅是预告片中怪兽们的惊鸿一瞥 就足以给观众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强烈印象 伴随怪兽电影的不断发展 这个从特设片一路走来的电影类型 如今也进化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本期的不懂二次元 将为各位讲述怪兽电影的诞生历史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定义 那就是什么是怪兽 虽然只有一个字的区别 但很多人会将怪兽与怪物画等号 现代汉语词典中 怪物被定义为神话传说中奇怪形象的妖魔 泛指奇异的东西 然而搜索怪兽却并无相关词条 本以为怪兽一词可能是源自日语的开句 但我在查阅后才发现 这个词语实际上是出自山海经中南山经的一句 幼东三百八十里 曰原意之山 其中多怪兽 水多怪鱼 多白玉 多腹虫 多怪蛇 多怪木 不可以上 古时碍于科学技术的落后 很多不曾被发现的生物会被人认为是奇怪的野兽 将怪兽一词拆分 怪指的是不可思议 而兽指的便是野兽 连起来便有奇怪的野兽的含义 自然 怪兽这种代称也就会被广泛使用 变成了一个虽然不常见 但是读起来朗朗上口的名词了 与我们一一带水的日本 在受到我国文化的影响后 也将这个颇具神秘感的词汇传承了下来 最具盛名的则当属天明二年 即1782年所记录的澳洲汇精怪兽汇卷 汇卷中描述了一个长臂黑发 拥有着干瘪皮肤的奇怪生物 虽然它更近似于我们所说的妖怪 但在汇卷的文中 确实使用了怪兽一词 但怪物与怪兽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官方定义 狭义上讲 怪兽与怪物更直接的区分 还是体现在个体特征上 比如相比起怪物 怪兽的体型一般都非常巨大 通过巨大的身躯来蹂躏人间社会 是个再合适不过的设定 它们会拥有超能力 例如喷火 喷射激光 飞向宇宙等反生物学的技能 这些设定也是为了对应 怪兽电影中神秘科学的元素 怪兽的个体数量也相对来说较少 仅仅一两只便足以毁灭一个大型城市 一般来说很难用通常兵器消灭 有的怪兽甚至可以将兵器作为自己的养料 加以利用 而怪物一词所涵盖的范围则更加宽广 吸血鬼 狼人 木乃伊这些生物都可以算作怪物 如果不清楚这个概念的话 对一个特色爱好者 把怪兽说成怪物 对方可能会生气哦 既然被称之为怪兽电影 那这种类型的电影中心也自然是怪兽本身 在怪兽电影诞生之前 美国便已开始尝试使用特色技术来拍摄怪物作品 例如1925年的失落的世界 便是一部以恐龙复活为主题的无声电影 之后在早期的怪兽电影中 登场的大多数怪兽也被称之为怪物 即英文的monster 例如在电影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1933年版的金刚中 金刚被设定为巨猿 英文称其为giant monster 1953年放映的电影原子怪兽 虽然主角为一只四角爬行的蜥蜴类生物 但在英文中则使用了beast来指代 影片在日本上映时 标题被定名为 Genshi Kaiju Alawaru 这也是已知的 目前日本电影史上首次记载怪兽一词的电影标题 然而将怪兽一词真正与怪物区别开了的作品 则要归于1954年登场的哥斯拉 在原子怪兽成功于日本上映后 其特赦的拍摄手段 以及核试验的背景设定等 深深地影响到了日本的特赦创作者们 在美国与比尼群岛进行核试验的历史背景之下 制作总指挥曾彦雄带领制片人田中有幸和导演本作猪四郎 完成这部怪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作品 影片上映后 除了让日本人一直到特赦电影的魅力之外 也让好莱坞认识到自己的怪兽电影 在不知不觉中 已被日本人开避出了一个新的门路 说句题外话 在哥斯拉立项之初时 项目代号被称作为G 而G的意思也是Giant的简写 哥斯拉本身的经典性自然不言而喻 1955年的哥斯拉的反击 为后世贡献出了怪兽对战这个定义 1956年的天空的大怪兽拉顿 首次出现了飞行系的怪兽 1961年上映的摩斯拉 则奠定了东宝三大怪兽 也就是哥斯拉拉顿和摩斯拉的宝座 随着1966年奥特Q的播出 日本迎来了第一次怪兽热潮 而后随着首种之虫的容颜大使 以及远古婴儿奥特曼的相继推出 怪兽不只是成为年轻人的追宠 也同样开始受到儿童的欢迎 在此期间 韩国也推出了名为怪兽大决战的电影 美国亦有海兽贝希摩斯等 诸多优秀的特色作品登场 并将怪兽电影的潮流推向了全世界 然而怪兽电影在日本形成一种 新的商业娱乐模式之际 作为怪兽电影发源地的美国 却发展出一条不同的路线 例如在美国电影中登场的怪兽 抑或怪物 基本上都是作为人类的对立面而出现 或因科学变异 或因神秘魔法 通过直观描写怪物们凶残的捕食场面 来引发观众们的恐怖情绪 这种塑造的手法 在英文中有对应的词汇 称之为Monster Panic 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莫过于1998年好莱坞翻拍的哥斯拉 因为制作方大胆修改了原作的设定 将哥斯拉描述成为一只可以生蛋 喜好鱼类的蜥蜴类型生物 遭到了哥斯拉爱好者们的强烈反对 并称这部作品为吉拉 随意胡编乱造 将以往塑造出秩序维护者形象的神秘怪兽 哥斯拉 修改成一只普通的巨型生物 不被粉丝们承认 也是件意料之中的事情 那么后来的日本怪兽电影 又采用了什么样的拍摄手段呢 一般来说 怪兽是通过核实验 环境污染 陨石袭击等外界因素 或唤醒 或进化 或降临 也就是说 人类很难以现有的科学技术 去彻底了解怪兽本身 所以从影片开始时 便给怪兽蒙上了一层未知的恐惧面纱 在剧情方面 影片通过描写怪兽使用强大且特殊的超能力大肆破坏建筑 消灭人类文明的行为 给观众们带来一种警告 复仇 甚至是惩罚的危言感 这种危言感 以及人类与其在力量上的悬殊 更容易展现人类的渺小 从而对观众造成一种绝望的恐惧感 而这种恐惧感 也绝不是通过露骨的 将人类作为粮食的拍摄手段 所能够展现的 正如哥斯拉的英文Godzilla所示 God意味着神 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怪兽们更像是神一样 左右着人类文明的繁衍 或是灭亡 虽说1998版的哥斯拉 因为认知差异问题而招致恶评 也因为电影工艺的进步 而导致特摄片的风光注解 但怪兽电影却依旧在很多观众心目中 占有重要之地 2006年的韩国电影 汉江怪物 2008年好莱坞拍摄的科罗夫档案 无一不是向怪兽电影发起的新挑战 特别是2013年的环太平洋 无一给全球的怪兽电影爱好者们 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更是在现在趋于成熟化的工业电影市场中 宣告了怪兽电影 依旧是一面屹立不倒的大旗 当然 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认真地去拍摄怪兽电影 2000年日朝合拍的平壤怪兽 2004年美国人拍的喜剧片 屁股怪兽阿斯拉 2014年由谭蜜主演的地球防卫寡妇 都是怪兽电影中的几朵奇葩 险余篇幅就不再赘述了 2014年传奇版的格斯拉 揭示了先进的TG技术 在当今怪兽电影中的应用 把观众们从模糊的录像带时代 带到次时代的4K高清时代 而2016年的真格斯拉 则让暗眼秀明又大秀一把CG与特色结合的拍摄技术 让观众们明白 即便特色不再是电影的主流 怪兽电影却依旧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未来的怪兽电影必将潮入了更加多元化 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不服于肤浅的光影特效 在不对怪兽概念做出让步的前提下 如何制作出场面更加宏大 更加富有实在内涵的作品 来牢牢抓住核心粉丝 或许才是怪兽电影的创作者们 接下来所需要考虑的议题 明知绝望而畏惧 却对其欲罢不能 这恐怕就是怪兽电影的魅力所在 感谢收看本期的不懂二次元节目 我是雪道夫 我们下期再见